大家好,我是韩国亚洲经济中文部记者王海纳 今天又为大家带来3月9日,韩国的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日 在美国签署了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的总统令 将对进口钢铁征收25%,进口铝征收10%的关税 这份总统令将在15天之内生效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加拿大和墨西哥将或无限期豁免 但还要具体看北美谈判的进展 特朗普同时表示 受到关税影响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同美国就免除关税进行谈判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出解决进口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解决方法 韩国也包括在征税对象国中 相关业界担心造成巨大损失 要求政府制定相关应对政策 2018平昌东藏奥会将于今日在江源道平昌拉开帷幕 本届东藏奥会将设6个大象 80枚金牌 将有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名选手参赛 参赛规模创历届东藏奥会之最 朝鲜将派两名运动员参加平昌东藏奥会 这是朝鲜运动员首次参加东藏奥会 韩国将派遣由36名运动员和47名管理人员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大会 参赛运动员人数也创下历届东藏奥会之最 韩国代表团力争获得四枚奖牌 威列奖牌综合排行榜第十位 取得韩国在参加东藏奥会以来的最佳战绩 韩国女性家庭部等12个政府机构日前举行会议 公布了杜绝职场和文化艺术界性犯罪的具体对策 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对利用职权进行性犯罪的处罚力度 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该对策旨在加强对性犯罪的成熟和防范力度 从根本上铲除蔓延全社会的性暴力和性骚扰问题 重点打击利用职权实施性犯罪的行为 同时预防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以上就是为大家准备的韩国最新消息 谢谢大家关注 下次再见